总有地上的森林,敢于直面雷霆的微光 2007年,新疆乌鲁木齐机场 一架来自塔吉克斯坦的航班缓缓降落 其中一位外国的乘客,面色慌张,鬼头鬼脑 一看就不是什么好的货色 经验老道的安保人员以为来活了 不动神色地指引他通过安检 谁知不见不知道,一间吓一跳 这独自的皮箱里,竟然装着有四包海洛印 重量超过4千克 正所谓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闯进来 我国法律规定,藏匿海洛印50克以上即可判处死刑 这尼玛直接堂尔皇之的揣着4千多克 强必你80次都不冤呢 神奇的是,就在我国依法判处该男子死刑时 不做人的代应竟然出面捞人了 为此还引发了一起不大不小的外交摩擦 石肯阿克毛,一名巴基斯坦裔的英国人 阿毛很小就跟父母去了英国 长大后在伦敦开起了弟弟 但开弟弟这种活儿,又苦又累还不赚钱 简直是欺厌狗闲 这种没尊严的日子过久了 阿毛的内心变得阴暗 后来因为骚扰女雇员,被就业法庭罚了款 妻子也离她而去 好在这独子撩妹有一手 没多久又跟一位波兰姑娘结了婚 咱也不知道这波兰的娘们看上阿毛哪一点了 总之两人结婚后就去了波兰创业 2005年,伦敦发生了一起惨烈的公交爆炸案 车上52名乘客遇难,700多人受伤 戴因警方苦寻嫌疑人无果 最后竟然盯上了远在波兰的阿毛 阿毛这独子也是浪摧的 因为就在几天前,他跟朋友发了这样一则短信 现在每个人都将知道摩斯林是谁,神战是什么 戴因通过波兰安全局对这独子展开了调查 结果发现这独子除了会家暴媳妇外 其他方面并没有什么过人之错 这件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结果没几天,他媳妇倒不乐意了 你们带因警察也太没原则了 说好的他是恐怖分子 咋能说放就放了呢 要不然你们把他关起来 要不然你们把老娘关起来 总之这日子是没法过了 最后妻子带着儿子离家出走了 2007年,阿毛又因为没有支付赡养费 被法院悬赏缉拿 其离子散后,阿毛彻底颓废了 他似乎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 每天蹲在伦敦的十字路口当给留子 一个偶然的机会 阿毛结识了中亚大毒枭奥克勒 一番表忠心后 老奥决定试探一下阿毛的入行决心 要说一个中亚的大毒枭 不清楚我国的禁毒力度 显然是不可能的 而他给阿毛的第一个任务 恰恰就是带着海洛英入境乌鲁木齐 并答应他下飞机就派人接应 阿毛这毒子可能也是穷疯了 被老奥忽悠了一番 拿上箱子就出发了 然后就发生了视频开头的那一幕 经鉴定 阿毛偷运的海洛英的纯度相当的高 而且足足有4030克 当地警方抓到阿毛都愣了 老外贩毒都这么不走心吗 2008年 乌鲁木齐中级法院做出了一审判决 判处阿克毛死刑 阿毛知道后人都傻了 怎么创个业还把命给创没了 一辈子不守法的阿毛突然开始相信法律了 他直接提起了上诉 带英驻华大使还给押找来了两名律师 但上诉请求被我国法院驳回了 这一下带英国内炸了过 政府媒体和一些所谓的人权组织 对此事发出了强烈的谴责 要求我方收回对阿克毛的死刑判决 这种脑回路就相当的匪夷所思了 阿毛这个人渣不给赡养费 你带英就把他裂成了通缉犯 赶紧跑中国贩毒判了死刑 就侵犯人权了 结果我国政府也不惯着他 坚持要依法合理的判决此案 神奇的是 随着事件的发酵 阿毛的死活似乎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 我带英就要利用此事黑你一把 英国每日电讯报 还大言不惨的发表评论 如果中国质疑 除此阿可毛 我们必须用最强烈的言辞 牵在中国 并且对中国实施贸易之财 感激你带英的人渣 跑中国贩毒还有理了 反正人我已经抓了 罪我也判了 有种你派007来抢回去 看到我国政府这么干 不做人的带英 开始想骚点子了 英国驻华使馆和英国的一个组织 通过被告人委托的律师 提出要对阿克毛进行精神病的鉴定 意图钻空子让阿克毛脱罪减刑 逃避法律的责任 其外交部长还说 阿克毛的确犯有严重罪行 但他也的确患有严重的心理疾病 这种睁着眼睛说瞎话的伎俩 简直不要太明显 搞笑的是 被关在监狱里的阿克毛并不知道这一切 当警方询问他是否有精神病史时 这独子义正言辞地表示 他本人和家族都没有精神病史 遇到这种猪队友 带英政府也只能打掉牙往肚子里焰 但是他们依然贼心不死 2009年 时任英国首相的戈登布朗 致信我国领导人 这老独子表示对中方的判决很震惊 希望中方重新考虑审判的结果 这种卖脸的行为显然不是冲着阿毛来的 阿毛这种人渣 即使真放回去 估计老布看都不看他一眼 老布打的算盘是 利用这个小小的毒贩 为自己2010年大选填点政治筹码 结果中方表示 你脸不够大呀 还是在2009年对阿毛进行了注射死刑 阿毛还捞到了一个 新中国成立50年来 第一个被中国判处死刑的欧洲人的成就 当然 死了一个阿毛 还不足以震慑所有不怀好意的外国大聪明 据统计 在中国因走私贩毒被捕的外国人中 日韩人数最多的 据日本产经新闻统计 在2010年到2016年间 共有6名日本人因毒品犯罪 在中国被判处死刑 而且这些毒贩判刑后 不管是谁来求情 我国政府从来没有坏过规矩 因为经历过鸦片战争的中国人 早把对毒贩的厌恶 磕在了骨子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